七叔,我真是服了,您不愧是熊剑那么白玩很,点这么丰盛的一桌菜要不少个特别的哟。 小花呀,今天是中了你们的圈套,你放心吧,花在你们身上的钱。 我早晚得从你们身上加倍地赚回来,要不我七载八百的新年百长。 小花呀,吉十万对七叔来说洒洒水了,再说了,能和大家一起共餐就是一种缘分,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?大家说对不对? 对。 首先我要感谢七载先生的热情款待,能和这样一位英俊潇洒,风流倜傥,足智多谋,帅气多金的帅哥共餐,真乃香香之幸。 香香美女过奖了哈,七载承蒙大家的厚爱,远没有你说的那么高傻,其实有钱又有什么用呢? 俗话说,凉天万起,日食三餐,大厦千间,夜面八尺,还是喝着小酒,聊着天安一夜。 七载先生,听说您有六个老婆,并且关系处理得很不错,但是江湖有传闻你是出了名的爸耳朵,请问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? 对于这种谣言,我经常是不予回应的,既然是香香你提出来的。 我今天就统一回答一下,老婆说的话我七载誓言听计从。 俗话说,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,必定有一个优秀的女人。 我七载的成功,身后肯定有一盘优秀的女人。 七叔,您看姆姆儿也老大不小了,父母对我的婚事也是抓得紧。 俗话说,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,所以姆姆儿想拜您为师,不知七叔是否愿意。 对呀,七叔,把您那台女朋友的秘诀传授一点给我哥吧。 传授秘诀没问题,做我的徒弟必须要听我的话,你能做到吗?萌兰。 嘿嘿,七叔,姆姆儿最乖了,绝对的听话。 那好吧,萌兰,去把丹满一下。 棒啊。 预知后续如何,请听下回分解。